议定监护的好处是 你可以把自己下半场的人生 交给你自己喜欢的人手上 不用交给一个你不信任的人 千万不要留言 问我愿不愿意担任您的监护人 嗨,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 最近有人留言问 有关于监护宣告的问题 大家知道什么是监护宣告吗? 我国现有的法定成人监护 分为两个途径 第一个是由关系人向法院申请 请看这一集 另外一种是我们今天 要谈的 议定监护 什么是议定监护呢? 是指当事人在意识清楚 当事人先以书面的方式 指定自己未来 如果陷入精神障碍 或心智缺陷 丧失意识表达的能力的时候 要由谁来担任他自己的监护人 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因为重度失智 失能瘫痪等情况下 生活无法治理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指定的人就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 而法院的审查也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识 直接选择宣告 直接选任他指定的人作为监护人 这样可以减少审查的时间 另一方面也可以比较尊重当事人本身的意愿 减少家族内部为了争夺监护人的地位产生的纠纷 议定监护要如何办理呢 第一个 你当然要找到至少一个人或者法人团体 法人团体可以是公法人或者是司法人 公法人就像县市政府啊 你能够想到的政府的组织 绝大部分都是公法人 或者是司法人 司法人又可以分为财团法人或者是社团法人的组织 皆可以 像在台湾有不少农民北北 就可以透过议定监护会托给退府会农民服务处 当然不能自己用想的自己爽就好 受委托人不愿意就不行 当事人要取得受任人的同意 承诺担任监护人 第二彼此签订议定监护的契约 第三至公证人办公室 为什么要找公证人 因为公证人很公证 但是不可以找一位很公证的人就好 而是要找法院认证过的公证人 地方法院都设有公证人 需要当事人及受任人在场 向公证人表明其合议监护的契约 公证人会制作成公证书 才能使监护契约有法律的效果 公证人制作完公证书后的七日内 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的地方法院 第四议定监护契约 与本人受监护宣告的时候才发生效力 第五受任人开始执行监护职务 议定监护的好处是 你可以把自己下半场的人生 交给你自己喜欢的人手上 不用交给一个你不信任的人 假如有一天你失能了 无法决定自己的未来 法院会不会把我们下半场人生 交给你最不喜欢的人 他可能是家中法官最喜欢的 或是一位你从来没有遇过的社公司 千万不要留言问我 愿不愿意担任您的监护人 我是义务社公司安德鲁 我们下一次见